大家好,我是麦克 佳能在9月份更新了EOS2的1.4.0固件更新 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问怎么更新 我正好要从1.2.0更新到1.4.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这是EOS2,里面包含了SD卡和电池 首先我们要确保电池满电 你可以到扳手这一个菜单的下面 第三页的第四个,你来看一下电池 电池现在98% 一般来说你在固件更新前 你要确保电池电量是100% 然后就是要确保你的SD卡是空的 这是我们切换到播放键 没有图像 如果你要格式化SD卡的话 你可以在工具菜单第一页的最后一项 格式化存储卡,格式化 基本上在相机上的前期工作就完成了 然后我现在做的就是拿出SD卡 接下来是电脑时间 我们首先打开佳能官网 走到服务与支持 下载与支持 下载与支持 选择自己的相机 在这里我们选择数码相机 然后走到EOS2系列 EOS2 然后我们选择固件 这里就会出现固件版本1.4.0 Windows和1.4.0的iOS版本 我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 所以我们进入Windows这个页面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些介绍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适合Windows7到Windows10 然后基本上讲了一些介绍 就它增强了一些人眼对焦 还有自动更焦的能力 大约需要6分钟更新 大约需要6分钟更新 我们就稍微走一遍 文件大小是3.5兆 好,我们基本就看完了 下载 文件夹中显示 打开之后它有一个PDF 还有一个安装的文件 它里面有各种语言 介绍怎么样安装 这是中文的 我们简单看一下 现在我放入相机中的SD卡 然后我把这个安装文件复制到SD卡的第一页 不要把它放在任何一个文件夹下面 否则的话相机会找不到这一个文件 好的,我现在取出SD卡 电脑的部分就完成了 现在把SD卡放入EOS2 然后我们开始更新了 开机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目前的版本 我目前的版本是1.2.0 当前固件版本是1.2.0 升级固件吗 然后可以选择确定 然后就会进入一个英语版本的更新界面 Current version is 1.2.0 这个时候触摸屏就没有用了 只能按这个方向键来进行选择 还有中间那个set键来进行确定 所以现在我需要更新到1.4.0 它这边也显示了刚才的那个安装文件 就是在这个黄色的框里面 所以我们选择确认 你确认要从1.2.0更新到1.4.0吗 这边我当然是确认了 如果我用手指的话是没用的 它这边是没有反应的 我只能按方向键 来进行确认 然后点中间的set键进行确认 现在就开始更新了 它可能会更新个几分钟 你要注意的是在更新的时候 不能关机也不能触碰任何的按键 否则都会影响到更新 Update is complete 好了现在完成了 我们选择OK 这个时候我选择关机 然后我取出电池 电池拿出来等个十秒钟吧 以防万一 另外说一下 这个更新是免费的 你不需要在佳能花更多的钱 你反正事隔几个月 一个月就可以有一次更新 我觉得对于EOS用户来说非常的友好 反正EOS现在变得越来越强了 现在放回去 开机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崭新的1.4.0 我们来看一下版本 固件1.4.0 好了固件更新安装完毕 佳能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固件更新中 变得更为强大 希望本次视频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我是麦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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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